最近,有关凯特王妃和她的育儿方式的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 据皇家专家透露,凯特王妃更倾向于向自己的母亲卡罗尔寻求帮助,建议和指导,而不是依赖查尔斯国王和卡米拉王后。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一偏好引发了一些争议,但也揭示了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子对于家庭的重视和他们对传统的不拘一格。 据英梅称,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子一直以来都敢于打破皇家礼仪和传统,尤其在抚养孩子方面。 尽管这在王室内部引起了一些议论,但这对夫妇仍然坚持优先考虑与孩子们一起度过漫长的暑假。 他们的育儿方式与王室家族的传统有所不同,但据报道, 查尔斯国王对这种非正式和有趣的方法表示了全力支持。 然而,尽管乔治王子、夏洛特公主和路易王子在王位继承顺序中分别位居第二、第三和第四位, 皇家专家现在声称,认为国王和王后对他们的抚养方式有很大影响是完全错误的。 相反,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子在需要帮助时,会求助于米德尔顿一家。 据皇家评论员詹妮·邦德在Channel 5纪录片,当米德尔顿遇见王室中透露, 凯特王妃总是向自己的母亲卡罗尔寻求育儿方面的帮助, 建议和指导,而不是打电话给查尔斯国王和卡米拉王后聊天。 皇家作家汤姆·奎因支持邦德的说法,并解释说, 凯特王妃可能更喜欢与自己的父母交流孩子的事情, 因为王室过于正式,过于固守传统。 这种偏好让国王和王后感到有些被排除在外, 凯特王妃对自己父母的偏爱正在产生一些紧张感。 皇家专家理查德,凯特录, 威廉王子也更倾向于依靠自己的家人而不是王室。 他表示,威廉王子曾说过, 我并不总是能为王室家族提供帮助, 我还有另一个家庭,那就是迈克和卡罗尔, 米德尔顿,这对我,凯特和我的孩子们非常重要。 米德尔顿家族对威廉王子的重要地位也得到了他们自己的调侃。 凯特王妃的妹妹皮帕, 米德尔顿在2014年的今日秀上表示, 他和威廉非常亲近,经常相互寻求建议。 他说,我们互相支持,互相征求意见。 凯特王妃的弟弟詹姆斯也对他与威廉的关系发表了言论, 他说他们的纽带帮助他敞开心扉, 谈论他生活中面临的各种困难。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 据称,梅根,马克尔已经对英国彻底失望, 拒绝再次回到这个他认为悲惨的国家, 一次最后的冷落成为了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王室专家简莫伊尔认为, 在经历了他在英国的最后几个月的痛苦之后, 梅根与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永远地结束了关系。 在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临终前被拒绝见他, 是梅根对这片他曾经视为未来的土地的任何挥之不去的感情的最终终结。 梅根的信息再清楚不过了, 如果可能的话, 他永远不会再踏进这个灰色的, 满是蛋糕的,悲惨的英国。 在他看来, 当梅根被禁止去巴尔·莫勒尔城堡看望即将去世的女王, 提供全面的健康建议时, 作为一个局外人, 他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也许被禁止参加女王在巴尔·莫勒尔的临终仪式, 为他揭示真相, 赋予权利, 向他从未认识地干干推荐将黄镜化和一些瑜伽伸展, 是最后一根稻草。 梅根已经到了崩溃的临界点, 这意味着他现在不想扮演任何修复哈里王子 与王室破裂关系的角色。 如果他有一个作为妻子的角色, 可以帮助弥合丈夫和家人之间的裂痕, 他也选择了避免这样做。 这是他的权利。 人们猜测梅根是否会和哈里一起, 在即将到来的英国之行中会见查尔斯国王和威廉王子。 公爵夫人对在英国最后几个月的寒冷感到非常痛苦, 她永远不会再踏上那里, 不管哈里王子的意愿。 在她看来, 梅根已经永远地摆脱了这个国家, 她认为这个国家虐待和误解了她, 把她当作一个仕途使一个僵化, 不受欢迎的制度, 现代化的局外人。 在女王临终前被拒绝见她, 让梅根坚定了自己从未真正属于女王的信念, 她是一个敌人, 而不是变革的倡导者。 在几个月的紧张关系之后, 这一所谓的最后侮辱 巩固了她永远远离前公婆和他们的领地的决定。 她找到了自由, 找到了新生活, 还有花不完的钱。 对她来说, 王室和英国已经不存在了。 她的视角描绘了一个反抗的, 不多愁善感的梅根, 她陶醉在远离就戏剧数千英里的加州避难所, 不再关心伤口是否愈合。 简墨伊尔暗示, 对梅根来说, 英国只会让她想起偏执和压迫的痛苦记忆, 她看不出在和这种恶毒的人打交道有什么诱惑力。 加州给了公爵夫人所有的财富, 名声, 自由和阳光的肯定, 这是她在短暂麻烦不断的王室生涯中所错过的。 与她享有特权的名人生活相比, 回到英国对梅根没有任何吸引力, 因为她没有令人窒息的礼仪或职责。 梅根关上了她的王室篇章的大门, 因为她认为在西海岸的家没有和解的价值。 公爵夫人将君主治视为一个植根于封建传统的古老制度, 而不是一个她打算再次拥抱的家庭。 对梅根来说, 英国的桥梁已经永远被烧毁了。 她在加州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家, 再也不会回头看大阳彼岸的她。 不管是对是错, 梅根觉得自己已经超越了过去的麻烦, 成功地重塑了自己, 摆脱了王室的阴影及其缺陷。 公爵夫人将成为一个勇敢, 不多愁善感的人, 她战胜了逆境, 变得更强大, 没有后悔放弃千里之外的王室生活。 此外, 据知情人士透露, 哈里一直在拼命恳求妻子梅根, 马克尔坚持下去, 现在, 她的私密朋友圈越来越担心她脆弱的心理健康状况。 据说, 这位忧心忡忡的公爵每天都恳求梅根, 不要承受太大的压力, 因为她看着她崩溃。 一位与这对夫妇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 分享了梅根不稳定的情绪状态, 以及哈里王子一直担心她的健康状况。 哈里王子一直非常担心梅根, 她承受的压力比她记得的要长得多。 她一直恳求她坚持下去, 但她完全意识到这有多难, 因为她自己也面临着同样的困难。 由于生活中的巨大不确定性, 梅根最近感到非常需要。 尽管朋友和妈妈多利亚, 拉格兰试图让梅根放心, 她做得很好, 但她内心的动荡仍有增无减。 据说哈里特别担心梅根, 最近在手臂上带了一个健康贴片来应对焦虑和压力。 她公开依赖抗压力药物, 这让哈里确信。 她的妻子几乎无法振作起来。 事实上, 作为一个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 哈里王子非常理解梅根作为公众人物 所面临的令人窒息的压力。 但她知道这种影响的破坏性有多大, 所以她不顾一切地想保护梅根 不让她达到崩溃的地步。 当梅根在名声和审视的重压下挣扎时, 哈里王子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她的情感支柱。 有消息称, 哈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爱人 慢慢屈服于她作为公爵夫人, 演员和名人影响者的雄心勃勃的生活 所带来的无情压力, 感到无能为力。 自从2016年公开恋情以来, 哈里王子和梅根决定不顾传统, 以自己的方式行事。 但她们的独立个性也让双方付出了高昂的心理代价。 离开她们的皇室角色和支持系统, 显然加剧了这对流亡夫妇现有的心理健康问题。 然而, 尽管麻烦不断升级, 她们仍然致力于按照自己的方式在加州自力更生。 据说哈里王子比梅根更好地处理了这一过度, 梅根把更多的批评内在化了, 这些批评伴随着她的一线名气和激进主义。 她情感上的脆弱让哈里王子非常担心, 尽管她很痛苦, 但要深入挖掘, 向前迈进, 而不是建议她退缩。 她的口头禅坚持住反映了保护和无助。 对于哈里来说, 没有什么选择可以真正缓解导致梅根恶性循环的诱因。 她们寻求一个脱离王室的平台, 这让媒体和公众的攻击几乎没有缓解的余地。 正如她的健康贴片所显示的那样, 在她泰然自若的外表背后, 梅根的韧性储备已经严重耗尽。 然而, 她和哈里王子仍然致力于依赖媒体曝光的事业, 即使她的毒性压倒了她。 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 公爵夫人的全面崩溃似乎不可避免。 哈里王子最终可能面临着在梅根的健康和他们的公众报复之间做出选择。 知情人士说, 当镜头消失时, 哈里王子抱着惊恐, 伤心的梅根反复告诉她坚持住。 但梅根无声的求救信号 向世界展示了哈里王子每天所看到的, 一个在巨大的, 不可避免的压力下处于崩溃边缘的女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